Podcast的詞是由記者還是主播 首先在報導中創立提出的 請搶拿 星期天 應該是記者 為什麼不是主播 就是主要就是這個 講快點 簡單來說 這個複雜來說也一樣 就是Podcast的應該是 記者在做這個 報導的時候 然後呢 先想到的 我大概就是Podcast 我就說 我又出來 等一下 走鐘 你知道你講了些什麼嗎 走鐘講 你不是照念 我就是唯一一個走鐘講的 我就要走鐘吧 這個玩意兒是記者講的這個詞 我以為它是國外 它應該不是台灣吧 對 是國外 國外進來的吧 對 Apple的iPod的關係 因為iPod 對 是iPod的關係 所以我在想 我會跟星期天可能附和 我也不知道 但我會覺得記者 他會很通用的用 他手什麼東西 他想用一個名詞 對 它想用一個 時髦流行的玩意兒 我在想有可能啦 但是猜 因為他要報導這個現象 對 是不是意思 記者 請揭曉 漂亮 好 你知道嗎 Podcast這個詞呢 其實在2004年的時候 也就是20年前 就已經被提出來了 當時是英國衛報的一個記者 他認為在這個iPod上面 可以聽到一種 新的型態的廣播 所以就把它取作Podcast 後來這個牛津字典 他們就是要把這個詞 收錄進去的時候 還特別打電話給這個記者 再次跟他確認說 這個詞是不是 由你所提出的 那賈伯斯也知道了這個詞之後 就是他的iTunes上面 也提供了Podcast的訂閱 跟收聽服務 所以讓這個詞到現在 目前為止廣為流產 來 請選擇 七樓之六 七樓之六 開箱 他是正常的 確定沒有少 他比正常的 他比正常的少一點 那我們每一回合 大概都會有個六百 九百這種 試圖想要激怒你的時候 大概會有幾個 我可以確定會不會只有一個嗎 一個 兩個 最多 他是為了激怒你而已 所以被我開完嗎 不會再有六百 最低是六百 最低是六百 懷舊的英文Nostalgia 他的構詞由來是由情人 還是回家加上疼痛所構成的 請搶答 星期天 我覺得應該是回家 因為如果是 他這個自根的意思是 某件事加上疼痛 應該是相仇吧 但應該是回家的疼痛 那跟懷舊可能比較有關係 你有沒有唱過一首歌 會呼吸的痛 對不對 修心啦 情人才會痛嘛 回家怎麼會痛呢 被你媽打 對不對 痛什麼呢 徒步三十公里可能會痛 徒步三十公里會痛 對 對 對 老婆會痛 你是回家是吧 是 請揭曉 恭喜耶 自己也嚇到我 好 Nostalgia 這個詞啊 他呢 一剛開始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 由一個瑞士的醫師 所創建的詞 那他就是因為呢 在這個軍中看到有許多的士兵 他們呢 因為私鄉之情 然後呢 非常的想念家鄉 所以他的這個字詞 可以猜成兩個部分 一個呢 是私鄉 另外一個是疼痛 而私鄉的疼痛 就是懷舊 來 請選擇 拜託 拜託 準備脫皮 拜託 超過四千 五樓之四 五樓之四 開箱 你要怎麼這麼早 你真的有本事 你真 你真的有本事耶 真的 很錢 我今天是來做效果的 這走中講 我就是來做效果 效果擔當 效果擔當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之勢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示範 快點來訂閱